好 再来再来看到是轿车冲上了人行道 有无辜的路人惨遭撞飞 这是发生在凌晨一点多 台中一个24岁的中姓男子 开车经过了温馨路跟四川路口的时候 为了闪避对上一辆违规回转的车辆 他失控冲上人行道 当时呢 刚好有两个男生在路口聊天 有一人当场被撞飞出去 造成的左腿受伤了 幸好是没有生命危险 救护车赶来 被撞飞的路人因为左脚错伤 躺在单架上被紧急送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目击经过的朋友还心有余悸 造势的白色轿车卡在灯杆旁 车头几乎撞烂 引擎零件散落满地 连挡风玻璃也碎了 那时候我是绿灯直行 绿灯直行 然后那台车硬要回转 然后我跟他快插转的时候 我击杀 然后他也在闪 我也在闪他 可是已经一定会撞上 我就赶快右侧 然后我就看到电线杆 我就往电线杆这边撞 因为那边都是车 这边也有人 车祸地点就在台中文心路 和四川路口 26号凌晨一点多 24岁的中性男子 开车行进这里 对上一辆白色轿车 突然绕过前车 违规回转 害他吓了一跳 急忙往右边要闪避 结果失控冲上了人行道 当时路口有两名男子在聊天 其中一人被当场撞飞送医 警方说双方都没有喝酒 但是为了闪避违规回转的车子 撞飞了一名无辜路人 责任归属还要调查理清 记得杨洋吉 谢宪东 方品文 台中报道